您的餐點已到達 負責外送的不是騎機車的外送員 而是這輛可移動的小小櫥櫃 看到有人經過還會自動轉彎 大門也能輕鬆穿越 有機會的話可以試試看 為什麼 因為看起來算 就感覺滿有趣的 外送平台其實也差不多是 就拿到餐就走 全台第一位機器外送員準備開工 超商店員只要泡好咖啡 放進置物空間 機器人就會自動導航到目的地 遇到上坡會減速 還會自己搭電梯 失敗地點就在高雄雅灣的 軟體科技園區 不過機器人送餐 好像少了人情味 機器當然不會累 那比相對的人 有沒有像人有這個情緒的問題 跟這個老體力這樣的問題 這個是肯定的 畢竟邀請一位員工 教育訓練時間都是成本 不過機器人不用休息 充好電就能出發 其實不只零售業會遇到缺工危機 需要長時間開車的公車駕駛 也漸漸由科技取代 起來搭乘自動駕駛實驗車 比客運公車更迷你的小巴 車內一位駕駛都沒有 別怕別怕 這是屏東墾丁 國家森林遊樂區的自動駕駛巴士 四處二十五公里以下 只在園區內趴趴走 還會有輔佐員 應付各種突發狀況 各縣市都推無人科技 不只要拼智慧化 更要大大減少人力 TVBS新聞徐季鴻 高雄屏東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不同的微信投票 三百五公里以下 會一直在麻煩 請訂閱 大家聘用 開啟小鈴鐺